谢谢你 回来 你病了 你才有病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把我送去报关 我这回真的 真 真的是迷路了 我发誓我下次一定 就 就老老实待在这儿 谁说要把你送去报关了 那你干吗说 谢谢你回来这种稀奇古怪的话 行 我现在就伺候你洗脸睡觉 不用了 你只是我的契约夫人而已 又不是丫鬟 好 我记住了 不过嘛 既然是夫人嘛 就得做点 夫人该做的事 你干吗 你干吗 我们就是假夫妻啊 我说的是练字 你以为呢 练字 好端端的练什么字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写字 知道才让你练 万一你被没辅其他人 对啊 发现了怎么办 那就练吧 明天 明天就练 差不多行了吧 就没见过你这么懒的人 我哪儿来了 这都两个时尚啊 你看你 拿饼拿得像个猪蹄一样 好好签 说两句就自暴自弃了 重新签 赫饼 练满爷 郡主 可以用膳了 走 面部好 不准吃 巧云 给郡主留一份 她晚些再吃 是 没事情 你别太过分了 晚些时候 我让司恒过来检查 不喝哥你就饿着吧 是 我 我 忍忍吧 忍忍吧 忍一忍啊 少爷 吃饱了 我们练一练啊 巧云 谁要是给郡主送吃的 就加法处置 回去满意 奴婢只是给郡主送了件披风 不是吃食 披风 小丸子 正想 你一定要坚持 叶灵霞 可还等着你一起行走江湖呢 看来保持饥饿 确实有效 少自以为是 是她 给我的力量 原来是为了男人 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人妇 抱着其他男人的衣服 合适吗 我跟你是假的 那你跟她是真的 人家行侠仗义光明磊落 比你这个霸道又无礼 自私又冷漠的人强多了 我自私冷漠 那谁又对你热情如火 我跟谁热情如火 关你什么事啊 再说了 你不过就是个假的 你凭什么管东管西的 你是我谁啊 对 我谁都不是 那你去找你的心上人啊 我是去找我心上人 没错啊 她又温柔又体贴又细心 比你好成一千倍 不对 除了眉府随便一个男人 都要比你好成一千倍 少爷 您这是何必呢 郡主她万一遗弃之下 又离家出走了 您不还得去找她吗 这次我绝对不会去找她 就让她去找比我好一千倍的人 少爷 少爷 有些事情就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我到底为什么生气呢